平川数量镜天天聊不熟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是6月14号 祝大家短午安康 其实这个视频平川刚才录了一下 但是4点多钟的时候 杭州下大雨 然后放大雷 结果一个雷声叛他 我家的电吊闸了 所以说视频录了一半 重新录一下 好回到今天的比赛 今天给大家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火鸭 大师赛的对抗 胜者组的对决 我们看一下有彩色对抗摸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CH隐秘之秋 出生在地图 左下角是蓝色的暗夜精灵 彩色我们国内的精灵王 最近一段时间彩色的势头非常的猛 这一次比赛真的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巅峰选手 除了happy 但是这一次的话happy 这一次的话彩色还是走到了决赛 和莫打了一个对决也非常强 好我们看一下 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红色的暗夜精灵 我们的莫一个传奇 莫莫的话这一次为了这一次比赛准备了非常多的战术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手发英雄 莫莫这边选择的是一个白虎的手发 确实和彩色对拼熊好像压力有点大 所以说还是以战术战术来打 我们看一下彩色依旧还是选择DH的打法 DH配熊鹿 彩色几乎无敌几乎 并不是百分之百 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装备 DH的话打了一个加五的公转 然后白虎这边打了一个头环 双方前期的装备都还不错 彩色这边小精灵操作也非常快 直接自爆 那为什么说彩色拼熊很强呢 前几天看了很多比赛 就是同样的英雄 同样的等级 甚至对方的攻防更高 彩色拼熊居然还是能拼赢 真的是一名非常非常厉害的选手 看一下 这一局的话莫首发的是白虎 那一般的打法的话 白虎应该是在二本刚好的时候 会来一波TR 所以说彩色看到对方出白虎的话 要准备防TR的一个打法 怎么防TR呢 所以说前期要多出一点AC 然后链级要小心是吧 因为差不多到那个时间对方会过来进攻 所以链级也不能链得太大的点 不能走到太外面去 这里的话 阿姨彩色已经开始升二本了 莫这边还没有 莫这边的话放上一个猎手大厅 补了两口月亮锦 这边第二个战争古术也已经造好 那月亮锦好之后要开始出女猎 女猎也好 积攒到一定的数量 是吧 然后偷个BP 然后开始进攻 一般白虎是这个打法 但是这一局的话 莫可能会用这种打法吗 莫可不是一般人 莫现在小AC 地图隐身侦查一下 白虎的话一直拉着DH灌接 DH现在心里发慌 不知道莫在哪里偷BP了 所以现在DH不敢去练极 然后四处去侦查 但是莫这边呢 莫这边已经开始补女猎了 补的差不多 得白虎去练个极 练到二级生个光环 DH现在满地图去找 看看对方 小精灵看一下 对方也没有去偷分矿 或者说家里旁边 莫有没有偷BP 家里的话已经补了四个小精灵了 四个小精灵 生一个夜市 莫带着大部队去练个级 练到二级之后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选择T2 这一般的打法差不多了 但是莫这边迟迟没有去升200 没有升200 这个战争古术站起来 应该是要练一下地精实验室 财色现在侦查了半天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把家里旁边 这个311 34422去练一下 练完这一波DH还是不敢往外面走 还得去侦查一下 你现在自己的话 二本快升好 快到台名点了 二本升好 二本建筑刚造的时候 莫很可能会发起一波进攻 现在DH继续练一下这边的商店吗 不敢练 打了一下 感觉这个时间点莫要进攻呀 等了半天还是没来 所以彩色现在心里发毛 但是莫这边就是打一个心里战术 你以为我要进攻啊 其实我在练集 好 看一下练完这波 那白虎打了一个大雪 彩色这边二本升好 发了一个兽王 兽王召唤物也可以去外面侦查一下 看看莫到底在干什么 说自己二本英雄都出来了 那莫应该要进攻了呀 莫现在是大部队是开始往前移 但是是不是进攻呀 还不知道 科技的话莫现在开始升二本 所以说他升二本那肯定不是进攻 最多只是过来换一换啊 女猎手过来侦查一下 稍微的在你面前换一下啊 让对方采生一个心理恐惧 对方是不是要进攻了 是不是要进攻了 那我要整摆好阵型 多出点AC女猎什么的工坊升上去 二本建筑刚放 那千万不要升三本 万一升三本的时候被对方进攻 那就惨了 但是莫呢 一个女猎手把对方部队勾出去 然后偷偷的又开始练集了 现在白虎练完这一波的话即将到四 那彩色终于终于开始要去练集了 但是练着练着突然看见一个女猎心里慌慌 对方会不会是要T2了 看一下这个六级的石头人能掉一个什么装备 那英雄精英雄等级 DH2级的时候 白虎是一级 那现在白虎已经快四级了呀 白虎快四级了 DH还是二级 看一下这个四级 四级牧师倒下 兽王升到了二级 另外一边 莫现在还是没有进攻 还是没有进攻 但是彩色这边心里很发慌 赶紧补了第二个战争古术 感觉对方要进攻 都这个时间点了 家里其实开始申自然祝福 申出小路 不敢申三本 怕对方会进攻 但是莫莫这边就是不进攻 彩色现在去往外侦查一下 没有 不敢离自己的家太远 现在马上要变成白天了 莫莫现在把这个温泉一练 现在AC数量不太够 所以红龙应该是练不了的 先把其他点练完 练完之后白虎升到四级 DH DH的话买个裙补 就一直在等莫进攻 但是莫就是不进攻 才算很慌 因为没有开矿 一般对方不开矿 又出白虎 那肯定是T2 那现在莫没有T2 而且一直是在练级 现在温泉练完一个 但是红龙练不了 DH幻象过来侦查一下 看见莫大部队 是不是要进攻了 是不是要进攻 先站好阵型 站好阵型 莫是不是要进攻了 心里很慌 莫先把这个幻象赶跑 然后再练个急 这边想卡个 想把这个七级黑胖子勾出来练 但是黑胖子没有卡好 又回去了 莫这一步练完 彩色的话赶紧回绑一下 彩色觉得莫练完 这个应该肯定要进攻 摆好阵型 大部队 等待对方来进攻 两个英雄再去侦查一下 发现莫还在练 莫这边 哇 白虎的装备非常不错 勇气勋章 雪牌大雪 那两个英雄过来有点扛不住 对方这个输出非常的高 双方人口的话基本在50左右 目前双方都还没有扩人口 有DH DH拿个七点经验就可以升到三级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这一波尝试性的进攻 家里的AC小路往前冲 好 魔王开始来套路了 这边一个飞艇 带了两个弩车 就开始玩套路了 那这样的话 刚才是靠心理压力 然后彩色不敢出去 那现在呢 就开始玩空头了 彩色更不敢出去练及 这样英雄等级会越拉越大 看一下 白虎现在都快五级了 DH DH依然还是二级 你敢信吗 白虎一级的时候 DH是二级 现在白虎快五了 DH还是二号练完 这个终于可以到三了 真的不容易呀 好 这边白虎金光一闪 升到五级 攻防方面的话 莫这边是两攻一防 三本已经升了一半 这等着等着 莫三本的快升好了 彩色现在二本还不敢升 三本还不敢升 莫现在继续练及 终于这一波被发现了 那你既然大部队在外面 莫现在飞艇又有空间可以玩了呀 可以空头下来 继续拆一些建筑 莫现在想练 但是对方过来抓 所以说暂时不练 可以选择一波进攻 确实飞艇准备好 空头两个弩车下来 拆一波 彩色想和对方互拆 但是你拆不过呀 你这些是什么部队 AC加小鹿 这边是两个弩车加女猎 大部队往前冲 白虎是五级 这边是两攻一防 这个输出明显高得多 财色现在出了一个脚印 来对付一下对方的飞艇 确实刚才这个飞艇非常讨厌 战争股数三个 已经A掉一个 财色选择TP 莫莫的话也选择TP 哇 这一个心理博弈战 莫莫真的是巅峰造极 打完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英雄等级 财色这边DH是三级 莫莫这边是五级 莫莫练完回家 现在财色又觉得莫要进攻 都这个时候莫应该要进攻吧 但是莫觉得我不我不 我还得去练个级 甚至是把分框练完开一个分框 财色现在继续去外面看一下 对方有没有偷自己的分框 现在还有一个点练完 DH去侦查 手帮的话双线练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怪给勾出来 攻防 两攻一防 三本的话已经升好了 三本升好 攻防继续去提 哎 武器蓝胖子倒下 这一波打了个幻象拳杖 这个小精灵在这里带来一局 但是就是没有看见对方偷分框 心里非常的慌 DH终于过来这里一看 哇 这个点都被莫给收掉了呀 留下红龙 把红龙给解决掉 看看兽王能不能到三 DH继续去侦查 莫莫现在会继续绕 飞艇 这边路车 上一下飞艇 又可以给这边的彩色压力 彩色现在还在补月亮镜 刚才一直在卡人口 莫莫现在来到分框 分框一遍 看一下这边分框又能打一个什么装备出来 好打了一个水晶球 手王把红龙练完 打了个力量加6 这一局的话地图好像80%全部被莫给拿掉 哎 这个水晶球不拿吗 白虎还得去拿一下 分框直接放一下 这一局的话 莫好像又要觉得要进攻了 两攻一防 哎 暂时还没有再去升 分框先放下来 彩色终于开始剪压了 等了半天 莫就是不来 但是彩色这个部队组合和莫的话 好像没法比 一直不敢升三倍 终于要升三倍了 等了一万年 莫人就是不来进攻 好 有个白虎幻象 过来侦查一下 这边大部队 拿一下双方彩色 现在是压人口 莫已经破了50人口 已经58人口了 58人口 这个脚印过来侦查一下 看见莫看分框了吗 哎呦 这个视野不一定能看见 这个造的有点靠里 莫现在大部队往前冲 人口的话 看一下 已经65了 瞬间从58冲到65 我还是不进攻啊 还是想练一个 练一个点 白虎看看身上的装备 群防群补 但是没有无敌和回程 装备还得再去采购一下 不过现在莫倒是不着急 我现在开着分框 你去打我分框 我就进攻你主框 达成一个签字 爹起过来 想把这个小精灵给赶跑 家里等花看看 工房也没有继续升 还是两工一房 小精灵也安排上 随时防止这个残色去偷框 也继续去侦查 这个地图的点基本上被莫拿完了 最后还有一个温泉 莫把这个怪给拉出来裂 非常的谨慎 那现在脚印应该发现莫开分框了 要找机会去拆 双英雄过来 大部队还是留在家里 就怕莫空头来和各种来秀 这一局的话 残色确实被莫打得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家里门都不敢出 现在刷三的英雄 打一个5G的英雄很难 而且对方这个部队数量有点高 我们看一下莫的人口 还是65 彩色是压 压50人口 但是莫的分框 马上要开始运营了 留给彩色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工房方面 还是两工一房 还是没有升三工 我们看一下彩色这边 彩色成变零工零房 彩色这边是有点扣扣扣扣 压50人口 还没有去升百 我们看一下 这边开始席点 席点生了一个侦察的小鸟 去侦察一下 看看彩色有没有偷分框 或者是在干啥 这边分框造了一个商店 非常的稳 DH 这一局DH真是侦察了一万年 就是也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情况 莫就是不按套路来走 莫分框 马上要开始运营 运营之后 彩色要进攻 再不进攻 这拖下去 莫双框在手 这怎么打 你看彩色这边三本生蚝 好 这是时候两个知识古术放一下 后面看到莫进攻 就可以开始报兵了 现在一直在压50人口 那莫这一步好像要过来了 好 开始报了个瞬间 从50飙到64 那应该是造了两个山岭 确实一个山岭7人口 两个山岭 那现在莫三发了一个Tinker 迪金修补将 莫现在是69 彩色瞬间 瞬间人口反超了69了 莫的话还是65 这一波往前冲 莫是单英雄 单英雄 把省了10人口全部放到部队上面 好一个幻象 这两个幻象啊 承受了非常多的一个输出 巡防贴起来 这一波莫进攻打得非常的凶 好 彩色的话三发一个Tinker 用一个导弹 稍微晕一下对方的正面部队 彩色这边啊 两个门神全部被A AC现在我们看一下 AC是三攻一防 群防一贴 身上还有群部非常的稳啊 这彩色部队完全 往前不了 往前一冲直接就一伸血 终于两个山岭出来了 山岭爸爸来扛一下 还在打这个幻象 哇 这两个幻象 承受了一万吨的伤害 哎 三级的DHL一伸血 赶紧无敌顶起来 白虎的话升到了六级 看看要不要先把这个Tinker干掉 Tinker一干掉 白虎就可以放大招 哎 Tinker往前冲嘛 小心 好 现在墨操作 因为墨这一波打得非常的谨慎啊 把DH干掉 然后交一个TP 哎呦 这个TP的话真的是杀人猪心 再次看看要有机会去开一片分框呀 墨打得也太稳了啊 看到部队状态不太好 英雄即便是满血什么有大招也不放 我直接交一个TP 好继续去采购一波 全部军防无敌全部安排 再来一发进攻 这一步打完 我们看一下彩色是64人口 墨文的话66 看人口双方差不多 但是看部队数量的话 彩色明显有点少 好 两个山岭巨人 确实扛了非常多的一个输出 但是啊彩色没有前身攻防 墨文已经三攻一防了 白虎已经六级 到时候把Tinker干掉 放个六级大招 那彩色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断他 分框还有一万多块钱慢慢踩 彩色的话没有机会 我们看一下主框还有2000多 那彩色只能等主框踩完 然后三级基地爬出来 但是墨文不明不会给机会 墨文的话再一次发起进攻 人口的话墨文的话68 彩色64 双方人口差的不多 但是作战单位 彩色明显有点不如 彩色现在山岭巨人造的有点多 但山岭巨人输出不是特别高 最多控制一下对方的阵型 好大招放出来 那现在彩色往后撤 往后撤 这个大招有点凶 山岭巨人非常的硬 但是也扛不就这个流星雨啊 六级白虎 直接升到七级一个大招 从六级升到七级 然后贴一个群补 山岭巨人听说你很硬 三个山岭巨人还是被群A掉 现在白虎继续往前冲 乌鱼 挺可终于放手导弹了 打一下对方后排的一个AC 但是一级完全没法打 彩色瞬间被融化 我们恭喜木尔 1比0领先 这一节木尔打了彩色 一个未知领域 可谓准备的非常的充分 还有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